中超联赛还剩三轮的情况下 赢得了一个20天的阶线期 那么随后回来之后 这也就是三场决战 关系到争冠 也关系到争第三 甚至关系到了多支球队的 保级关键战 我们先说争冠 在争冠当中海港现在是领先两分 那么后面的三轮比赛 最有可能出现意外的 也就是10月18号 客场对成都的这场比赛 那么余下的两场比赛 客场对苍州 主场对天机 基本上都是三分会全单照收 而深湾方面 后面的三场比赛 他这个18号 主场对的是河南 10月27号 主场对深圳 这两场比赛拿下来问题都不大 关键就是在最后一场比赛 客场对成都的比赛 咱回头想一想 在这个之前的比赛当中 成都是0比2 在第一回合输给了海港 1比1占平了这个深花 也就是这两分 这个深花少拿了两分 一直和海港差到现在 是不是 所以成都呢 也会决定 今年联赛的冠军归属 对于成都来说呢 他要保联赛第三 争亚宽席背 所以说呢 也会全力以赴 在哪呢 就是他现在看的 后面追赶的就是北京国安 而北京国安呢 后面的三场比赛是 十九号啊 十月十九号 竹场对海牛 二十七号 客场对南通 最后一场比赛是竹场对河南 这个按照现在啊 北京的这个人员配备 包括后三轮 张玉宁也能复出 然后两轮呢 雷可也能复出 所以球队呢 肯定是全力赴力去干的 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北京应该是 可以全取这九分 那么这样的话 成都 你现在有六分的 这种领先优势 至少我觉得 你需要拿四分的 那么这四分从哪哪 成都呢 后面三场比赛 他呢 是你看啊 这个 十月十八号 这个主场对海港 二十七号 是客场对青老西汉 最后一场 主场对生花 那么他客场对青老西汉 青老西汉的这比赛呢 他是有机会拿下来的 但是呢 也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因为青老西汉 现在还没有彻底上岸呢 所以后面的比赛呢 还是要全力赴去拼 尤其我觉得 这个十月十九号 青老西汉将在这个客场 对亚太 这场比赛 如果不能够全取三分 那么他在主场 对成都的比赛 必然他一将全力赴 所以成都呢 你不敢确保 那边的三分 同时呢 你还要拿另外的一分 从哪拿 那就是受海港和神花 身上拿 那么这两场比赛 你不敢压保任何一个队 那只有面对每个球队的时候 都是精心准备 全力去拼 现在来看呢 成都 有这个二十多天的这种修整 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让这个罗木洛 能够好好的养伤 那么在这个十月中旬 再开赛的时候 能够 这个健康的付出 他对球队的攻守转换 简直太重要了 是不是 如果有他在 球队呢 受到这个国际比赛的影响呢 也只有可能的是 美食豪一个人 其他人都不会受影响 所以球队呢 精心准备 打好后面的比赛呢 至关重要 要力拼 但我个人感觉啊 从这个机栈树到中场的这种控制 各层面来说 各位置对比来说 他和海港还很难去拼 因为海港啊 你看啊 国家队比赛这个阶线期 无理啊 都很可能落选 因为现在确实内部的受伤 影响他的这个跑动啊 和这个转身各方面的做动作 本身这有点问题 他呢 这二十多天肯定也会养好 再一个呢 就是奸商的巴尔加斯 有这二十天啊 他也能养好 所以说呢 海港 这些队员都可以全主力出战 那么他唯一的可能影响的 就是国家队比赛的时候 你像蒋光泰他们 会不会有这个非法病毒啊 再次干扰他们的这个健康状况 这是一个不论好 但整个来说呢 海港 我觉得在排除那些意外的情况下 全主力出战 他打这个成都这场比赛 还是有更多的这种希望 至少我觉得六成以上的希望 是可以课堂取分的 那么这个成都要做的 就是至少要此刻对手 起码在主场阻击对手拿到一分 也对他来说保三 那是至关重要 但整个来说呢 海港的前场控制方面 尤其这个传控节奏方面 对于目前的成都来说 我觉得还很难去应对 那个神花方面呢 我觉得就没有别的可说了 你只有全力赴赢下比赛 所以这一场打成都的事 可能会出现到什么局面呢 就是这个成都需要这场比赛的至少一分 去保自己的第三 那么这样的话 成都也不会轻易的放神花 那就变成了决战时刻 那就是杀红了眼的一场 这个成都保卫战 那个争第三可就火了 所以说这个现在来看啊 受这个非发病毒的影响 最多的还是神花 不除以外啊 这次国家队集训当中 这个选进的这个国脚 神花一定是最多的 我觉得至少在八九倍 像于汉超这样的老将 都可能重新回到国家队 现在呼唤很高 是吧 如果更多队员入选国家队 势必啊两场比赛下来 会受很大影响 你想之前诸神节 让国家队比赛回来之后 整个九月份这比赛都打不了 球体至少无双比赛是缺阵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想这个神花防线当中 出现了很多的这问题 失手率也是明显激增的 那么再有其他队员 如果再次受到 这个国家队比赛的影响的话 那么神花就即使有 再好的板凳厚度 这个核心队员的这种缺失 有的地方是很难弥补的 你就像现在 球体阿玛杜这个位置上 是没有人可替代的 这个马纳法的位置上 杨泽祥可以替代 但是呢 杨泽祥和马纳法 能够在右路 执行出来的这种基战术 还是打了一些折扣的 所以你想 其他位置上 如果再有损失的话 那球体可真受不了了 尤其 我觉得国家队这些主力率 你像这个 朱神杰啊 蒋胜龙啊 不能再有健康状况了 是不是 所以你看现在啊 这个最后几场比赛 其实关键就在那几场药应战 成都对海港 成都对神花 这两场比赛 其实既决定了冠军的归属 其实也决定了 这个第三名的归属 是不是 看看啊 这就是联赛 这个在这个 冠家军和这个 第三名 这个定盘战 所以说成都 这个 这两场比赛 凤凰山体育场 是全国的这种 关注焦点了 咱再说宝吉这块 目前来看宝吉啊 我觉得最危险的 依旧还是南通 梅州客家和这个 深圳新峰城 相比较来说 你像现在啊 已经拿到了 这个28分的西海岸也好 苍州也好 你包括27分的亚太 那基本上 我觉得都是很有机会 迅速上岸的 这个武汉三镇 31分 虽然说理论上 现在还没有彻底保吉 但是他现在啊 就领先 这个倒数第二名的 这个梅州客家8分 基本上你想梅州客家 他拿不上8分 咱就说句话 即使梅州客家 拿足了8分 拿足了9分 他拿到32分的话 那么他要 赢掉深圳 是吧 要赢掉武汉 还要赢掉山东 那么你 你想梅州客家 赢了深圳 那么深圳后面的 两场比赛 他最多也只能拿30分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啊 武汉 就是理论上 已经是保吉成功了 那么武汉 出案 这个上岸了之后 那么他这个后面的比赛 李卡托表示了 会全力以赴打 争取更好的名次 但我觉得啊 球员这个 这段时间 咬牙 劈了这么长时间 肯定会有所松懈 那么随着江志鹏 他们的这个付出 球队呢 你说还会像以前 那么有韧劲吗 我觉得难一些 但至少有一点 他的主场比赛 不会轻易的放掉 主场 尤其是最后一轮的 这种收关战 球队还是希望有一个原本的这种结局吧 所以说这个武汉 最后一场 这个对这个 清老西海岸的比赛 一定会全力去拼的 所以西海岸 现在来说 对他 关键的比赛 那就是 10月19号 对长城亚太这场比赛 如果这场比赛呢 就他能够拿三分 他就 我觉得就彻底上岸了 如果这场比赛 这个亚太 拿了三分 亚太三十分 也基本上岸了 所以说你看啊 这个下一轮的比赛 就是有三场关键战 南通 对苍州的比赛 这个 梅州对深圳的比赛 就亚太队 清了西安的比赛 这一轮的比赛当中 这三场 其实很多球队 就能够决定生死 一个是呢 苍州如果说 能够在这个 主场 拿下了南通 那么他 就是 肯定上岸 对不对 如果这个 梅州客家和深圳 这两个球队 分不出胜负 打平的话 我觉得双双 就按在那 其他球队就解放了 那么亚太 对清了西安 如果他俩 你想 就即使 这个打平的情况下 如果梅州客家 还深圳打平了 那么基本上 亚太和清了西安 后面比赛 拿一分 就OK了 所以这几场比赛 也是关系到 保级的这种关键战 随后的比赛当中啊 因为保级球连 之间的对抗 还是比较多 海牛的 现在的情况 是比较微妙 因为海牛啊 后面这个三场比赛 客场对北京 客场对天津 主场对仓中 其实 他这个客场对北京的比赛 和客场对天津比赛 基本上 就是死拼到底 都很难 拿到三分 第一个 北京要争第三 第二个 天津呢 这个主场 那最后场比赛 他是到处 第二轮的 所以他要 要在这场比赛当中 打好主场的心目战 争取 就是在主场后面阶段 有更好的这种积分表现 球队今年能够冲到第五第六 那一定是对于这个余根伟团队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肯定 成绩每年能够上一步 那么整个美球队的预算也好 大家的续约情况也好 都会这个更乐观一些 是不是 所以说海牛全力拼的 那就是最后场对苍州 苍州呢 就是只要这个 10月20号 主场打南通的比赛 拿下三分 他就彻底上岸 所以他后面 因为他也知道 他后面的比赛当中呢 他要主场对海港 这比赛他拿不下来 就全力打 他也拿不下来 那么他就追上大海牛 他不能把宝压在这上面 所以说他 在10月20号 拿下南通 他就彻底上岸 李肖鹏 肯定对这比赛呢 也会孤注一致的 去精心准备 尤其在丁美秀设计当中 我觉得是苍州的这个杀出减 那么苍州上岸了 海牛最后场比赛 打这个已经上岸的苍州 其实他也很容易拿分 所以海牛的这个观点 就是在苍州 早点上岸 给他压力就小很多 这样的话海牛啊 就把分压在最后这一场上面了 因为海牛之前的比赛当中 现在看亚森呢 对球队的这个 很多时候 关键时的这种调整 没有打出孤注一致的 这种要命战 就是不仅是要要分的 是要保命的 他打的还是不够坚决 所以现在来看啊 这个深圳跟梅州客家 和南通 还是这个 基本上是三选二的状态 相对来说 南通啊 你就是 你看南通后面比赛 苍州 北京 深圳 咱就说句实话 他这比赛当中 打到最好 他可能拿了二十六七分 北京他打不了 北京全力赋 磕他的话 他手也守不住 第二个呢 就是球队如果 下场比赛 输给苍州了 他后面两场比赛 就全拿了 他也就二十七分 所以说 十月二十号 他一输给苍州 其实球队就被判了 就废了 后面他磕深圳 他也磕不住了 所以深圳来说呢 就是你十月二十号 主场打梅州仗比赛 要孤注一掷 是吧 就是要做好 大的务实一点 别再玩那些 花花绕绕的东西了 是吧 他深圳到处第二轮打生花 也拿不下来 他最后一场打南通 所以深圳来说 就是最后一场的南通这比赛 南通可能已经是彻底掉机了 所以他最后一场比赛 对南通死磕他的话 他主场也容易拿分 但对深圳来说 就是他要压的 就是压梅州这一头 只要他赢住 赢下梅州这场 其实他一只脚 都已经是能够上岸了 所以现在来看 你综合这几场比赛 来看这个形式的话 就是这个下一轮 三场关键战一打完 那必然有球队 就能上岸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深圳 只要你自己 对于这个梅州这场比赛 在主场打好了 其实转折点 整体就来了 所以现在整体形式来看 梅州客家 这个主场 拿不下分 就很难了 梅州客家主场 对武汉这场比赛 我觉得他倒有希望拿分 因为最后一场比赛 他客场对山东 山东全年的输冠战 你就再放联赛 是吧 就是在后面 有比赛干扰 主场这最后出关战 你不能够输 就这场比赛要保 就是平 要平下来 所以梅州客家 也是要孤注一致前面打 但现在来看 梅州客家 我觉得整个心气不够旺 球队在保级的这个路上 这几场比赛打的 没有血型 整个比赛节奏 拉得也不够快 就大家真的没有 被保级在拼命 所以这个 我觉得是个很大的问题 就看不出球队 这个球生的这种欲望 队员这种劲儿 没看出来 是吧 一个他 一个深圳 我觉得现在就两局 好像打得特别随缘的感觉 是吧 所以他们的这种状态 反而呢 你看让这个亚太也好 西韩也好 苍州也好 变得更容易一些 所以现在来看呢 就海牛 就最后一场比赛打苍州 他现在盼着苍州赶紧保级 苍州保级成功之后呢 可能他最后一场比赛 就能够死里逃生了 也就是冲气量 也就是这个四选二的这种状态了 又把海牛拖下来 是吧 好吧 这就是中超 现在的这种格局 就看啊 这个二十天 大家怎么准备的 最后时刻 隔着球队 你精心准备的 其实就那一场两场的关键战 是不是 好 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 我们可以一块来交流交流 谢谢大家